可以看到吗 那我现在开始我的分享 我的分享内容是如何写出让同事无法维护的代码 那可能大家看到这一个话题的时候 可能原先都在某些公众号顶上见过这个话题 其实我这个话题的名称的来源呢 也是来源于前一阵大火的一个文章 那首先按照惯例进行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Google按照一方向的GDE 我先后负责过一些企业的商业化业务 组件化重构 性能优化 还有一些技术创新的实现 在研发效果方面呢 我也发布过一些插件 我同时在业余期间也会从事一些公益文学的建设 在2008年大概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呢 我创立了慕宣网 将慕宣网一直运营到了今天 那大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到了互联网行业 我最初一直在研究SEO搜索引擎优化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的那个参与的同学们 有多少人接触过SEO这个方向 我当时研究这个方向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在研究爬虫的一些工作原理啊 还有怎么样能让自己的网页收入更多 然后还有去发一些毛文章之类的 那这些年呢 我主要专注在于Android架构设计的一些研究 我之前在设计企业架构模式的过程中 由于需要调研参考非常多的 那个大量的架构模式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这个过程中其实浪费了我非常高的一个调研成本 所以说我想找一本书能够全面的总结一下 现在移动端比较流行的一些架构模式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发现市场上其实没有找到这样的书籍 所以我后来就自己写了一本 关于移动开发的架构模式的书籍 大概是在2018年的时候 我写了一本书叫做移动开发架构设计实战 那今天呢一方面呢是会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代码中写了经常书写的一些错误的一些用法 以至于这些用法会导致我们后面的一些同事 维护成本非常高 然后另一方面呢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 正确的代码的编程规范 然后怎么样 然后其中还包括一些正确的架构规范等等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句话 如果建筑 如果建筑业者用程序员写程序的方式 盖造桥 那么第一只飞来驻足的啄木鸟 就足以毁灭人类文明 我们现在来看啊 这段话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可能相当相当来说有一些绕口 那这个是温伯格第二定律 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了解温伯格 温伯格算是程序开发行业中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程序员之一 那他写了将近有30多部著作 那其实这一句话呢 主要是在表达 他对现在国内大部分程序员的专业度的 一个不认可 我们可能曾经看过一本书 叫做测试驱动开发 那测试驱动开发这本书呢 其中也在说明了 现在的程序员 很多程序员是难以让他自己的代码 达到可测试的标准的 而且测试驱动开发呢 需要需要那个程序员去写很多 单元测试啊 还有一些测试case 那这个其实对于现在的程序员来说 对他的编程水准要求会比较高 其实温伯格也在说这一点 就是说其实现在程序行业 有很多同学都是为了去拿到一个高的薪资 然后去大量的很大量的有很多同学会转向这个程序开发的这个行业 但是这一部分同学之中呢 其中有很多同学他的基础知识可能不是很扎实 然后或者说是对编程理解啊 可能跟跟大部分一个就是原先写这些架构模式的这些 那个那个程序员的领导者们呢 可能认知可能不是特别相似 所以说就导致呢 这一部分同学被这个温伯格呀 还有一些原先的一些架构领导者们 被他们视为反面反面的教材 那其实像现在来看呢 我们国内的开发者呢 整体的水平已经逐步在走向上升的一个趋势了 就比如说像近年Android开发 Android开发对于初级的Android开发者其实并不友好 因为初级的Android开发者 不是像往年那样更容易去找到工作了 也就是说现在Android职业的门槛 会相对来说变得越来越高 所以说更多的开发者呢 都逐渐放弃了Android 去转向了其他的一个门槛 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开发领域 所以说这也导致了近几年 移动开发逐渐走向一个下坡路的趋势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移动开发做精 或者说我们逐渐去把更多的焦点投入到我们的架构开发 架构开发上面呢 那么自己的能力是逐渐成一个坡度去上升的 所以说这样也不用去担心我们移动开发这个领域未来的一个生存的能力 这个温波格 这个温波格老师呢 他原先还写过一本书叫做理解专业程序员 理解专业程序员里面大概有几句比较精简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比如说理解专业程序员这本书里面 他说过需求设计编码能以任何速度完成 但是更多的时间我们都花在了排错的时间上面 那这个其实大家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有感受到 我们写代码或者说编程的时间其实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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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当我们发现有哪个同事在工位疯狂的敲键盘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一定基本上不是在写代码 他或者就是在聊天 或者是因为工作在聊天 或者说就是在利用工作的时间去划水 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逐渐的发现 我们在职场中有很多很多时间都发现 都花在了我们去排错 或者说是帮助别人去解决问题上面 那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编程不规范 或者说我们的架构设计不是很合理 而导致我们有更多的bug去需要解决 那温伯格还说过 再长再乱再复杂的代码 维护者都能把它弄得更糟糕 那其实这个也是从另一层面来说明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类有2000行代码 或者说是3000行代码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操作这一部类的时候 我们有很长很长的时间 都要去刮在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类 你们的每一部分的代码 它主要在讲的是什么内容 而不是说我们把时间投入到怎么样去开发我们自己的功能上面 所以说这样冗长的类呢 不仅说我们阅读起来比较困难 当我们在这个类里面去修改 或添加我们自己的一些代码的时候 我们也会感觉如履薄冰 非常的艰难 温波格还说过 人人都谈文档 可是从来没有人为文档做任何事情 那相对来说呢 温波格老师用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一个手法 或者说是夸张的一个手法 来为我们表现了 人人都知道文档的重要性 但是没有人愿意去编写文档 那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原因主要是 现在对于国内的程序员来说 或者说是对于更多的程序员来说 生存压力一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话题 所以说我们程序员 很多时候也不得不去面对生存压力 那面对生存压力的时候呢 我们更多的关注点 可能都在集中于 怎么样去改善我们自己的绩效指标啊 或者说是怎么样能拿到更多的薪水上面 那么我们编写文档的时候 一般不会纳入我们的绩效指标当中 所以说这样也导致更多的程序员会摒弃文档 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怎么样能拿到高绩效 这件事情上 那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目光放得更大一些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编写文档的过程中 也可以提升我们的结构化思维能力 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写作时准 而且当我们在进行绩效考核整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曾经写的那些文档的内容 在里面找一些精华 然后把这些内容全部整理到我们的绩效考核的信息里面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帮助 所以说写文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写文档 主要是写文档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一个直观的收益 它的收益是很间接的 但是这个收益是一个非常长远的 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回报的一个收益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更多的关于如何编写 让同事难以为过的代码 这个部分的内容 那现在大家看到三个英文字母CMP CMP是Canada Man的Products 那这个是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站起来 为植物和动物的权利去进行维护 那么这个网站的一个子目标呢 它是帮助人们去有效的去使用计算机 尤其是使用Java计算机语言 这个网站是一个来自于国外的网站 那它里面写了一些关于我们Java的编程规范 还有一些关于我们Java编程的一些思想等等 那当然Android现在也是依赖于Java 或者说Kotlin 或者说我们的Flutter依赖于DAT等等 那Java也是我们讨论的一个范畴 如何写出让同事无法维护的代码 这篇文章呢 它的最原始的出处呢 是这位Roday Green 这位老师在这个Canada Mind Products里面 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里面呢 大概撰写了一些关于他在其他的书籍上 或者说他个人的总结 总结了一些关于编写不可维护的代码的一些内容 那这一部分内容呢 是由我们国内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程序老师 他现在也是一位CTO正在自己创业 他叫左耳朗浩子 也就是陈浩老师 那这位老师可能很多程序开发者都有听说过 他将这位Roday Green的文章翻译过来了 将里面的一部分内容翻译过来 然后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响亮 非常利于传播的一个标题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如何写出让同事难以维护的代码这个标题 然后呢 在近年间这篇文章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火热 所以说我们能了解更多关于开发模范的一些错误的知识呢 也是要感谢我们的陈浩老师 来我们去积极的去翻译 或者说是总结一些更领先的一些知识 来让这些知识更好的去传播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写出让同事难以维护的代码 这里面有一部分 我们先说第一部分是程序命名方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比如说我们在代码中命名为Fried 或者说是Sdf 这样的命名规范 那其实我们自己命名的时候呢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写这样的命名 我们不需要去过多的去进行思考 因为很多同学呢 其实都喜欢避免去思考来保存自己的能量 那这个呢 也是思考快语慢中这本书曾经提过的 因为人类在原始社会中已经留有了这样的能力 能为了让自己能更好的 有更多的能量去生存下来 那当但是当我们去用这些Fried或者说是Sdf 这些键盘点上随机敲出来的字母或者说单词 来去作为我们的变量名的时候 对于后续开发的同学看起来就是一头雾水 所以说这个时候当我们起变量名的时候 第一点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我们必须得是多位后面的同学 或者说是多位后面自己维护的时候 去着想一下 去考虑一下怎么样去起一个更清晰的 然后能让更多人认知的一眼就能看明白 这个变量的含义的一个名称 第二个像单字母的变量名 比如说ABC或者说是XYZ 这个单字母一般在我们进行一些算法设计 或者说是在我们一些循环处理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喜欢用这样的命名 其实在循环处理这样小范围的命名里面 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ABC或者是XYZ 它代表的含义具体是什么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样的命名 作为一些成员变量去处理 如果说是作为一些很关键的 其他的代表业务信息的一些变量去命名的话 那这样其实就不是很直观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 当我们在循环里面使用这样的单字母的变量名 去看我们的循环内容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这个循环是有一个经验的 是有一个习惯性的 因为我们原先看过态度的循环 它里面都是用那个单字母的方式 去命名我们的迭代器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字母一下子 就会产生一些思维定式的认知 这样是对于开发者来说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内容 虽然对初学者不是很友好 但是当我们用这个ABC去定义为成员变量的时候 我们的思维里面是没有一些定式的 所以说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变量名具体的含义是什么 还有比如说像随机的一些大写字母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串 这是大小写字母 然后也不符合驼峰命名法 像我们代码里面其实比较常用的两种命名法 一个是驼峰命名法 再有就是一个下滑线的 下滑线命名法 然后像安卓开发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大部分都是驼峰命名法 像阿里巴巴发布的P3C一些代码规范等等 里面也有一些插件来帮助开发者将代码 将成员变量变为以M开头的这种命名规范 然后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做一个规范的养成 这个时候也推荐大家去使用Google编程规范 或者是P3C等等的这些工具 来帮助我们养成一个更好的编程模式 再有就是使用不同的语言 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了解说 在我们的Android代码中 一些成员变量命名也可以去使用中文去命名 这个时候可能有很多同学 或者说是刚进入职场的一些同学 他喜欢秀一下 秀一下自己的个性 所以说这些同学可能有的时候会使用中文 去命名我们的代码 但是更多的开发者来说 可能都是比较习惯于使用英文去命名 所以说我们团队里面如果说有统一的编程规范的话 那么最好都使用同一种语言来去命名 这样也便于我们团队之间更多的去协同 其实在DDD开发的 在DDD的领域中有一个名词叫做领域名词 其实我们在有一个良好的命名规范的时候 也便于我们在进行头脑风暴的时候 去使用我们的领域名词 让团队的成员里面 让团队的一些成员来达动一个共同的认知 然后再有一个程序命名 就是我们使用的比较频繁的就是缩写 其实我们会大量的去使用缩写 然后去进行命名 使用缩写基本上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冗长的英文单词 我们很难以去拼写 就是我们每次去写编畅名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背一下这个单词到底是怎么写的 或者说是我们在新的类里面 再重新定义这个变量名的时候 我们懒得去copy 然后我们又背不下那个单词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更倾向于使用缩写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单词可能比较长 这个时候我们命名到代码里面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冗长 非常的就是可能一个变量名 可能都要占据三分之一行这样的 就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代码看起来 可能会更凌乱一些 更不好阅读一些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会使用缩写 使用缩写的坏处其实是对于我们 一些新加入团队的一些程序人 他们的学习成本会变高 他们无法一目了然的去看明白 缩写具体的含义是什么 你就像我在代码里面写一个名称叫做wc wc它另一方面也有洗手间的一些含义 所以说我们很难以去界定出来缩写 它具体代表的含义到底是哪一种 或者说缩写的全程是什么 一般这个时候在一些团队里面 还会维护一个专用名词的文档 这些专用名词文档大概会整理出来一下 我们团队中使用的一些缩写 它具体的全程是什么 还有具体的翻译是什么 那其实使用这个也是并不是很直观 或者说我们把这个链接贴到代码里面 也并不是很直观 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使用更多的 去使用全名去命名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大量使用嵌套 大量使用嵌套 这个我单独抽出来一部分去讲了 因为大量使用嵌套在国内的开发者 柳玉中一直是比较有争议的 因为像重构这样的 比较有历史的一些编程书籍 都基本上提过这种 防御式编程的一个缺点 那防御式编程的缺点 什么是防御式编程 就是当我判断一个信息的时候 我发现它等于空 然后我直接就去给它return 就是像这种的防御式编程 可能我们代码中 会涉及到的比较多 那有很多同学 写这种防御式编程代码的时候 它不会去进行return 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去判空 然后这样就会导致 产生一个箭头式的一个代码 就是我们大量使用嵌套 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一个 那其实对于很多书籍来说 这样产生大量的缩近 对于我们阅读这个代码 其实是很困难的 但是对于开发者来说 写起来可能会更省尽一些 就是可能会少些很多return语句 那但是对于其他阅读者来说 看这样的代码就会比较艰难 因为它需要判断每一个缩近 对标的另一个它的 它的大括号的开始和结尾究竟是哪一些 那所以说正确的模式呢 就是我们判断这个编量 它不符合我们条件的时候 我们直接把这个编量给return回去 那其实像大家使用Android Studio的时候 用out加回车键的时候 也能直接找出快捷方式 来快速给我们把这个代码 变成直接return形式的这种代码 然后也推荐大家在使用Android Studio的时候 去更多的去使用refactor这样的功能 然后使用这种重构refactor 就是右键我们自带的refactor这样的功能 能够让我们的开发的效率指数的去上升 尤其是在我们进行代码重构的时候 那类似于大量使用签套的这样的编程不合理的一些规范呢 还有我们使用比较大的一个listener 就是比如说我们写一个listener 然后让所有的button类啊 或者我们的所有的一些wheel类 都使用这个都实现这个listener 然后呢当我们发发送一些事件呢 或者通知一些事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listener之中写出一大串if-else这样的语句 然后这样也可以引入我们的箭头式代码 那其实这样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使用体验呢 就是其他的开发者很难以去判断出来 这里面if-else到底是哪一个wheel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事件 到底是对应的哪一个wheel给我们发送的事件 然后这样编程其实偶合性也会非常大 因为我们所有的button 所有的发送过来的信息全部都统一到一处 全部都放到一处去处理吧 但我们想把这些button给拆开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重构这个listener 这样也增加了我们的维护成本 再有呢就比如说我们在代码中 其实我们原先写过一些代码 但是后来或者说发现这部分代码 不符合我们的功能的预期 或者说是我们的功能要下线了 那这个时候很多同学 其实是会直接把这个代码给注视掉的 因为他觉得是这个代码写的会比较艰辛 他舍不得去删这个代码 其实呢这个也跟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现象也能映射起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段子 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家里比较乱 那这一部分人他为什么家里比较乱 是因为他舍不得扔掉自己 就有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导致他家里面的东西就越攒越多 越攒越多很难以去整理 那我们的代码其实也是这样的 当我们舍不得去扔下一些就有的代码的时候 也会导致我们的代码越来越多 越来越去难以整理 像我们使用P3C插件的时候 看到这种直接标记注视的代码 都会建议你直接删掉它 因为我们通过现在的Git工具或者说Subvision工具 已经能很便捷的去找到我们删掉的一些代码信息等等 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再把这些代码给保留 如果说我们把整个类给删除掉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Git的一些命令行工具 找到我们删除的这个类的信息 或者说是我们通过检索某一个package 它的一些提交变更也可以找到我们删掉的信息 这样也便我们更方便的去运速的代码 这样我们就要把没有用的代码给保留到我们代码之中 然后再有呢就像使用Final去标记你的一些子节点的类 那这样呢在你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呢 没有人可以通过继承来扩展你的类 这里面的出发点比如说像java.long.stream 它也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我们陈浩老师 包括像国外的开发者这篇文章里面 总结出来的一个这样的案例 当我们使用Final去标记的时候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想扩展一些 像安卓API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个类也是Final去标记的 那这样我们就需要去重写 需要去把这个类copy过来 或者说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模改的方式 注入啊等等的来重写这个类 其实对于开发者维护起来会非常困难的 所以说你必须要有一个足够的理由 再把你的类标记成为Final的 另一方面呢就是 比如说我们把所有的成员都声名为Public 那这样呢以后你的这些成员呢 其实就很难限制被其他人使用 那这样呢可以让别的代码造成更多的误合度 那其实我们当我们把一些成员变量标记成Public 就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Module 我们把这些变量直接标记成为Public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呢是我们的getter setter这些方法都变得没有用了 如果说我们想针对于这个成员变量去进行一些扩展 或进行一些逻辑补充的时候 或者说对我们的这些成员变量进行一些逻辑上的加工 我们这样就难以使用getter方法去对它进行加工了 因为其他人都直接通过访问的形式 通过类名访问的形式来访问到了我们的这个变量 所以说这样对于我们后面的扩展性啊 会非常的不良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开发领域 也有一个定律叫做德莫泰尔律 德莫泰尔律呢 举一个比较比较实际的一个生活的场景 他是说狗自己知道他应该用哪条腿去走路 狗自己知道他应该怎么样去走路 所以说不应该由人来去指挥狗怎么样去走路 不应该由人来指挥狗用哪一条腿去走路 那这个就是德莫泰尔律最开始指出的一个 关于生活的一些现象 那我们应用的代码中就是说 我们类里面的成员变量应该尽可能在超越 在操作这些成员变量的这些方法 把这些操作成员变量的这些方法呢 都集中在我们这一个类里面 也就是说有我们的这个类里面 自己的方法去操作自己的成员变量 而不应该说是把我们的这些成员变量 包装给外部 然后让外部去访问 所以说直接把很多成员变量分成public的 这样也非常不符合软件学中的德莫泰尔律 我们看看下一部分是程序设计部分 程序设计部分 这一部分大概要讲的几点 就是这个巨大的listener 就是刚刚讲的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也是属于程序设计部分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比如说我们 这个程序设计部分强调说 我们如果不进行代码封装的时候 可以更容易的写出让开发者难以去维护的一个代码 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一些逻辑进行封装的时候 那其他的开发者直接看到我们这个代码 那他就需要一行一行的去看 看明白你这个代码究竟是什么样的 究竟是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举一个比较简单清晰的一个场景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有200行 那这样我们的开发者去看我们200行的这个方法的话 他肯定不是一目了然的 他需要一行一行或者两行两行去看我们这个方法 究竟做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那可能其中还会有很多一头雾水的地方 那可能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开发者会用注释去标记 那有一些开发者因为需求紧张 他也没有时间用注释去标记了 这样对于我们后续维护者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 那更好的方式是我们把这个方法 这个比较长串的方法拆分为多个方法 然后并给每一个子方法 起一个比较清晰直观的方法命名 函数名 让其他的开发者能够通过我们起的这个函数名 一目了然的知道我这每一个子方法都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让我们的这个方法能变得更小的颗粒度一些 那这样我们原先的一个超长的方法呢 就会变成里面从从200行代码 可能会变成三行四行代码 然后这三行四行代码呢 每一行代码都告诉我们 都是非常直观清晰的告诉我们 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 这样对于后续的开发者来说 维护我也非常轻松 那除了不要包装这一点呢 我们写这篇文章的那个开发者老师 他又指出了另一方面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案例 就比如说我们对很多地方都进行包装包装包装 然后把你的所有的API都包装上六到八遍 就是说刚刚因为我们举过一个封装的一个反面的案例 然后这个开发者呢 他又举出了关于包装的一些反面案例 就比如说我们的项目中曾经有很多个架构师 来对我们的这个代码反复进行重构 重构一遍两遍三遍 就会每一次重构的时候 把我们的代码都进行一次包装 那这样的结果呢 就会把我们的代码包装六到八遍 包装深度多达四层以上 当其他开发者去阅读这些代码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就需要我们用Ctrl加鼠标垫 点一下 然后发现进入了另一层 还没有找到代码的实现 再点一下 又进到了另一层 还没有找到你想要的一些相关的代码的实现 点了好多层都找不到我们想要的一些实现 这是在我们阅读代码的时候很困难 当我们使用代码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我们需要new一个对象 再new一个对象 然后再把new的这个对象塞到另一个对象里面 然后再new一个对象 反复new好多个对象 然后把这个对象去传给一个 传给一个方法 传给一个方法 然后去让它去加工处理 这样对我们程序开发都是非常不友好的 那写出这样的代码呢 也是让同事难以去维护的 下面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其实这个也是很多职场的同学能遇到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说你的老板什么都知道 无论你的老板有多 这个词大家都知道说的是什么 你都要严格的遵照他的旨意 来办事 这样一来 你会学到更多的 关于如何写出无法维护的代码的知识 那其实这一点呢 说的不光是你的懂开发知识的一些老板 说的也是你不懂开发知识的一些老板 我们说不懂开发知识的一些老板呢 他可能更多的呢 会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些项目研发中 或者说是欺骗我们的开发 或者说是怕担心我们的开发者去欺骗到他自己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会加入一些自己参与的一个比重 或者说他会有更多的控制欲 来控制我们编程的一个模式 那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足够资深 或者说你觉得你比他够权威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开启一些内部的一些代码评审 或者说是让更多的人来去说服你的老板 来坚持你自己更符合你的更符合真实的一个 能带来一个整个工程研发效能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模式 那如果说我们的老板是一个懂开发知识的一个老板呢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他是很很长 他也有可能是很多年没有去编写代码了 那这个时候他掌握的一些开发知识呢 或者说是他熟悉的一些开发知识相对来说 还是会比较传统的 那当然我们如果说是我们奋战到一线的这个开发者 可能在某一程度上都会比我们的老板 会更清晰这些编程的规范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去坚持自己的原则 如果说没有办法说服老板的话 我们就组织一些会议 然后来去共同的去沟通讨论这个东西最好的模式的时候 然后呢 关于这个相关类似的一些话题呢 还有有一个命名叫做闭嘴 就是对于一些大的bug你要去学会守口如瓶 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你的亲人好友 以及公司的一些同事还有管理层 那这样等到到某一天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用我们写出来的这个大bug去赚钱 那指的就是说当我们的软件某一天出故障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前公司啊或者说一些前老板 这个时候还会联系到我们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出资 就是让这个老板去出资 然后来请我们去做原先的代码的一些维护 那其实这个呢 对于开发者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 会影响一个职业操守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尽量在代码里面避免去写这些bug 如果说写这些bug 写出了一些没有办法去避免的bug的时候 我们也要用一些注释啊或者说文档去标注 那这样会更符合一些职场 对于开发者的一些职业素养的要求 而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这个作者呢 还指出来说 你要学会忽悠 就是就算你的代码写的很烂 你也要为其挂上Go4模式的标签 就算你的你的项目做的再烂 你也要为其挂上敏捷的标签 让整个团队和公司 甚至整个开发行业都开始躁动 这样才能成为 这样才能为艰难维护的代码去铺平一条道路 那但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对其他的同事去狡辩 说我们的代码写的比较烂 但是我们也使用了很多的设计模式等等的 其实这个呢更多的是应用 可能有很多同学更多的会应用于一些面试的一些场景 但是在职场中呢可能在汇报的场景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更多的去考虑一下 怎么样才能脚踏实地 然后来让我们的代码直接去获得别人的一些直观的认可 而不是说我们要去为自己更多的去解释 才能让别人对我们的代码来进行一个认可 那前述呢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反面的案例 那下面呢我们要说一说一些正面的案例 正面的案例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写代码 用什么样的架构模式来进行软件架构 才能便于我们的代码去更好的让其他的同事去阅读去维护 也是更好的便于让我们自己来维护 那其实呢我们也不难发现 在近年来说程序员也是成像在一个比较不断上升的一个变化 在这个变化中呢我们怎么样能更好的去提升自己呢 我记得我刚步入职场的时候 我和我在联想的一个工作的导师我们在讨论安卓不断变化的一个问题 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软件的一切变化都离不开架构这一层次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在引起问题的认知框架内思考将永远无法解决问题 其实作为开发者呢我们也需要从上帝视角来观察我们软件的一个架构模式 说到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合理的架构 让更多的开发者来阅读我们的架构 阅读阅明 阅读清晰的代码 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架构的一些背景或者是历史的演进了 其实可能我们更多的开发者最开始想到的都是MVC模式 Google今天很多的软件架构依然是基于MVC模式去开发的 MVC的诞生呢和曾经很著名的最早的面向程序的一个设计语言 Small Talk是息息相关的 Small Talk的原型一开始是用于帮助儿童去学习电子书 去用于设计帮助儿童学习电子书的一个编程语言 那Small Talk呢它受到了角色模型 Actor Model的一个启发 它崇尚的理念呢就是一切尽是角色 当一个角色收到信息之后可以做出决策 决策可以做出决策 创建更多的角色来进行消息的处理与想应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个是角色一个是决策 但是在Small Talk诞生之后呢 很快就遇到了修改和调试成本高的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调试一个模块会让你感觉像是在调试整个系统 再或者呢 Small Talk的代码的冗余度非常高 模块之间非常难以复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当时的科研者们设计了一种三层的软件架构模式 让我们模块之间的逻辑可以更便于的去复用 这样呢大幅提高了我们代码的整洁性与可阅读性 那可能大家都已经猜到了这个三层的架构模式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一个MVC架构模式 那通过了解这一部分背景呢 大家可以大致的知道MVC架构模式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是为了便于我们模块之间的逻辑可以更方便的去进行复用 来大幅提升我们代码的整洁性与可读性 第一个便于复用 第二个来提升代码的可读性和整洁性 那其实对于很多国外开发者来说 MVC的另一方面的优势也是能便于代码去进行测试 因为测试这些环节在国外的开发者心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但是国内呢相对来说迭代压力会比较繁重 所以说我们关注测试会比较小一些 那MVC就是Model、Wheel、Controller的缩辑 翻译成中文就是模型、视图、控制器 在安卓中使用MVC的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最早会使用Architecture 创建一个简单的页面 我们都觉得这个就是基于MVC架构模式的 其实MVC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三层架构模式 在MVC架构模式之下呢 软件的界面和数据逻辑是相互分离的 这一点带来的好处就是可以很大程度的去提高我们代码的一个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这也是MVC的一个核心思想 叫做表现层分离 数据和模型分离 叫做表现层分离 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表现层分离呢 我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一罐口香糖 我们可以把这款口香糖中的每一款口香糖都理解成为一个内在的模型 每一款口香糖它们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 而我们这个口香糖瓶子呢 就可以理解成为我们的表现层 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 在MVC之中呢 view与controller 两者同为表现层 由controller来控制view的展示 而model不知道view 当然了解这些呢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从对应的企业的架构模式中判断出来其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这样也能帮助我们去避免编写一些同事不可维护的代码 不过MVC因为存在MVC 也就是说过重的viewcontroller的问题 导致在当今的Android开发中已经并不是被广泛的去推崇了 所以我们呢慢慢的看到越来越多的大中小型公司 清一色的在Android开发顶上 转向到了MVP的架构模式 虽然我们今天说MVVM 所谓databunding 或者是Google的jetpackcompose等等 但MVP这个架构模式仍然是我们比较基础的 并且广泛在Android开发中非常流行的一个架构模式 在传统的MVP架构模式之中呢 一个wheel由一个presenter来进行管理 这种模式会产生代码复用的一个问题 由于presenter与我们的wheel 虽然是通过接口协议面向接口编程 通过接口协议来进行绑定 但是presenter里面的业务逻辑呢 只能为一个wheel去进行服务 不能复用于多个模块之间 那这样呢直接就导致我们有大量的 这个冗余代码的一个信息的一个产生 那后来呢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去采用装饰模式 或者说是使用wheel 与presenter一对多的这种模式 然后来去规避了我们这个代码复用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这样始终没有办法去规避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代码的可读性会随着业务迭代 逐渐变差 在2017年短视频业务逐渐崛起 迅速应该说是迅速崛起 那这个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 那短视频红利爆发呢 相信也让我们很多的在座的开发者 没有没有就是花费了大量精力去为了完成我们的迭代的需求去加班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为了完成我们手上的一些迭代的需求呢 就会导致我们的代码可能像云霄飞车一样急速的被堆积 这时候我们膨胀的代码就会变成我们的面条代码 也叫做意大利面条代码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个fragment类 会从最初的几百行 急速扩展到三千多行 两千多行三千多行 如果我们后续再加入一些新的业务 我们的代码的维护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类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 导致我们的代码看起来就像是意大利面条一样的长 伤增净率告诉我们这种意大利面条的代码 带来的混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去制止项目中发生的这种混乱 不及时的去清除掉这些难以维护的 让后续同事难以去阅读的代码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引发的问题呢叫做破窗理论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同学听说过破窗理论 破窗理论是我们的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的一个理论 他是指如果说有一个人打破了我们一扇建筑的玻璃窗户 这扇窗户又得不到一个及时的维修 那么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破更多的这个窗户 99只呢这些破的窗户呢就会给人造成一个非常无序的感觉 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理论 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编程思想 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 这种信息呢会导致不良现象无限的在扩展 也就是说当我们编写了一些 让后续同事难以维护的代码的时候 这样的模式会在团队里面不断的去扩展 不断的去蔓延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一团代码已经烂掉了 我们在写好的代码已经没有意义了 写好的代码放在这里面的时候 也没有人能注意到我们好的代码 而且我们好的代码放在这里面 也有一些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说更多的人都会去编写一些不良的代码 那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说重构在企业中很难以获得高绩效 但是还有很多开发者 或者说是有很多聪明的项目leader 还会去坚持进行代码重构的一个原因 混乱代码 如果我们无视掉这些混乱代码的现象呢 其实也就是去纵容我们的开发者 更多的团队里面的开发者去打破我们的窗户 所以说在今天依然有很多开发者呢 坚信这个重构的一个重要性 那可能很多开发者 或者说是很多管理者都看过增长黑客 或者从零到一这两本书 这两本书都告诉我们 我们确实没有这么多的精力投入到代码重构之中 因为代码重构很难以给我们带来更直观的一个绩效 或者说更直观的一个企业的增长 大多数企业呢也不会认可代码重构这一项工程 所以一个简洁的重构框架 viper就诞生了 它会让我们的代码的可读性更加良好 同时呢也会降低我们的一个架构开发的一个成本 能让我们的架构开发出来更便于让后续的同事去进行维护 我刚刚提到的viper有两个核心思想 第一个呢是DDD 第二个呢是整洁的架构模式 The Clean Architecture viper涉及到的DDD的架构概念呢 主要是线界上下纹 我们简单科普一下什么是线界上下纹 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细胞为什么可以存在 细胞之所以可以存在 是因为我们定义了什么在细胞内 定义了什么在细胞外 对且确定了什么物质可以通过我们的细胞模 而细胞与细胞之间呢就是两个不同的线界上下纹的关系 简单点来说呢我们就是要明确不同功能和不同功能之间的边界点究竟是什么 另一方面呢在viper基于的The Clean Architecture中呢 依赖规则只能是单向依赖 外部依赖于内部 而内部呢不知道外部 所以说viper的名称呢也来自于它五层架构模式中每个软件每个组件的一个首字母 就是vill interactor presenter entity 和router 这五个字母 vipr 这样的单向依赖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架构在面向变化的时候能更加易于维护 也能让我们后续的开发也能让我们更容易的编写出来让后续开发者易于维护的代码 我们之前说的viper呢是一个简洁的重构框架 也就是说它的重构成本非常低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viper是基于mvp的基础之上 增加了interactor这领域模型统筹的概念 统筹层的概念 由presenter来定义行为 由interactor来定义有逻辑 各个组件连接结构关系呢就像我们看到的这张图一样 从一个更横观的维度来看 viper也可以划分为三层 数据层 逻辑层 和表现层 这张图是一个moke的视频领域viper架构拆分的实义图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一点呢就是model model呢有的时候是一个频选模型 它定义了数据结构提供getter和setter 也就是说它里面只有getter 这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个流行的model的模式 而use case呢它一般有两个指质 一个呢是操作我们的model 另一个呢就是向我们的presenter去发送一些消息 在这里呢use case就是我们DD中的领域模型 interactor呢则负责使用use case来去帮助use case 进行单实力的拦加载的处置化操作 并且管理我们一个模块中众多的use case 然后暴露我们use case的调用接口 是我们use case在调用之中的一个调用中枢 那router的作用就是调用activate去进行跳转 暴露接口 谈tos啊还有我们网络请求的处理啊 网络变化的监听等等 然后像vail呢像vail呢就是一些fandvail byid等等的方法 刚才卡了一点 所以2017年呢google io大会上面公布了一个 开源的live data加vail model的模式 在live data加vail model模式思想的基础之上呢 借助这一生命周期元素共享的概念 在vipel中还可以添加一层 作为提供共享变量域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视频页面 可以拆分纹播放页面和评论页面 两个fragment 但同时呢生存在一个activity中 来进行变量交互 不想产生有何关系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vipel中的 共享变量层来实现 两个模块可以同时面对共享变量 进行存取 实现我们的一个数据交互的过程 其我们的共享变量层呢 是跟随我们activity等主宿组的生命周期 去进行变化的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use case 跟我们的 就是核心部分use case 核心部分use case呢 在Google公布的开源项目安卓架构栏图中 也赋予了use case一些标准的协议 其中定义了两个范形 一个q一个p q是request values p是response values 大家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是传入的原始数据 一个是处理之后的一个回调数据 那比如说当我们处理一个页面 分享链接的生成过程中 这个时候我们要传入的数据呢 就是我们本地的链接 输出的数据呢就是我们加工后的链接 我们在use case里面进行这个链接的加工 来进行一些复杂的逻辑处理等等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viper的架构模式更感兴趣呢 也可以去搜一搜开源的架构 当然Google也公布了 Android架构栏图这一开源项目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去了解更多的 关于viper的一些信息 那么最后一部分呢 我会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Android Studio的更新 在今年呢 Android Studio Artifocus发布了一个稳定版本 前一阵的Google IO大会上面 已经有对Artifocus相关的功能 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进行了一部分介绍 那今年呢Android Studio的命名规则 也由原先的单纯的年号 演进成了代号加版本年号的模式 比如Artifocus就是北极湖 而下一个版本就是大光蜂 那这个主要是为了能与我们Intellity IDEA去对齐 Artifocus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更新内容 首先呢Artifocus在我们的布局查看器中加入了 Jetpack Compose工具套件的一个支持 提供了一系列设计工具和检查器 可以让我们的开发者更轻松 轻松的去预览我们的UI 其次呢我们的生活是多元化的 依赖了很多智能设备的场景 Artifocus中加入了比较多的 针对Android设备的功能 比如说支持Ware OS上面的 上面的心律传感器调试 或者说是Android TV设备 模拟模拟器等等 此外呢Artifocus还改进了 Work Manager工具的使用 来提高我们开发者的一个效率 在近些年呢大屏设备的市场规模 也变得越来越庞大 Android Studio的后续版本 大高峰以及跨离数 都在大屏设备开发方面 进行了更多的尝试和开发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如果大家对Artifocus感兴趣的话 现在就更新你的Android Studio的版本吧 那最后如果你对我刚刚讲的一些 对就是如何编写出来 让程序难以维护 让后续开发者难以维护的代码 或者说是你对Google Android架过蓝图 也感兴趣的是 也感兴趣的同学 或者说是对我们的一些重国框架 Viper也感兴趣的同学 欢迎扫描我们第一个二维码 来看看移动开发架构模式实战 其中涉及到我刚刚讲的一些内容 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些课题 有疑问 或者说是还有更多的问题想与我探讨 欢迎来扫第二个二维码 来与我进行交流 那么下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的一个提问的环节 我大概会从大家在评论区 评论的一些留言的问题中 跳远三个问题 被我cue到的这些同学 希望大家能够去私聊一下 我们的那个B站的主观方 然后把自己的一些那个收件的信息 然后发送给我们的主观方 会给您这边去邮寄一些精美的礼品 现在请给我一些时间 我先看一下大概的问题都有什么 有一个同学啊 这个同学的ID信息是认真学习BO 认真学习BO 这个同学的提问是 if IOS逻辑块究竟写多少行合适 我们的if IOS逻辑块呢 最好就是有一个block 或者两个block 就是我们最好有 一到两个if IOS逻辑块比较合适 当然这个在一些开发者的书籍中 也有一些讨论 比如说是在知乎里面 有很多关于这样的问题 大家的一个预定的方式 其实不是很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找到最合理的方式 是最好跟自己的团队内部去探讨 如果说觉得这个时间长短度比较高的话 那我们就定义一到两个if IOS 这个block 这样对我们来说是代码更容易阅读的 也更合理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有一个同学叫做莉莉奥黎尔 他说我既想写同事无法维护的代码 又还怕同事骂 怎么优雅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理解成为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也是一个反问 如果说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可以作为一个汇报型选手 就是我们写了一个 让同事难以为过的代码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代码汇报的非常精彩 来说明我们这个代码中 用了什么样复杂的一个理论知识 用了什么样复杂的一个架构模式 这样能给我们的开发者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等等 那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去认可你写的代码 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反面的教材 更好的是希望我们能够脚踏实地 不要写让别人难以为故的代码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课题也是一个反向的明明 希望大家不要写让别人难以去为故的代码 第三方面就是代码重构怎么样快速测试 这个同学好像也是认真学习BO 因为这个同学刚刚已经提问过了 那我们先跳过另一个同学 再看一个 另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说到那个问题代码重构怎么样快速去测试 我也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当使用viper这个架构模式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use case的概念 use case里面有输入和输出两个输入和输出两个变量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轻松地去编写一些单元测试 因为我们的每个use case相对来说都是极有独立的 这样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把一些数据 把一些我们moc的数据通过这个use case的输入 然后去检测一下输出的结果 那所以说如果我们框架编写的足够利率测试的话 那我们测试起来就会非常容易 如果说大家想去编写更多的单元测试 或者说提升自己的汇报水平 或者说是让自己的代码编写来跟别人更不一样 那我建议大家多了解了解一下use case的这一部分内容 当然这个直播后面也会有回放的 大家也可以回放再看一下我刚刚讲过的use case 这一部分内容 同时去看一下谷歌官方蓝图里面 来关于use case的一些编程的一些样式 还有一个问题是李雪宁同学提出的mvc模式 适用于哪些情况下 李雪宁同学提出的mvc模式适用于哪些情况下 现在的mvc模式呢 其实更多的是在我们在学校学习渣滑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上学的一些同学 在学校学习渣滑的时候 进行一些后端服务编程 用mvc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像安照页顶上 在安照页里其中使用mvc 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在oc场景呢使用mvc 像lis开发使用mvc可能会更多一些 所以说在安照页开发中mvc已经不是很流行了 我们刚刚提到mvc只是拿它来进行一个反面的一个教材 那其实mvc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也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 那在大部分在在现今流行的模式下 它不是那么流行 所以说我们还是更推荐去使用viper 或者是使用mvp这种更基础的 或者是更流行的一些加工模式 那谢谢大家 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是到这里了 然后刚刚那个我被我cue到的三位同学 就是莉莉奥里尔 还有认真学习BO 还有李雪宁同学 三位同学恭喜你们获得精美的礼品 然后请你们去私聊一下我们B站的主播 然后把自己的一些地址和收件方式来告诉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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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